全油管最快新闻 比利时王国首相亚历山大 德克罗于1月11日至1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成为2024年首位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欧洲国家领导人 此次访问释放出地缘政治、经济贸易和欧盟层面的重要信号 旨在推动中比关系提升 比利时已成为中国在欧盟的第七大贸易伙伴国 德克罗希望通过此访进一步促进中比经贸关系的发展 此次访问还有多家比利时企业刀层人士随行 体现出比利时商界对此次访华的期待 德克罗的访华也传递了中欧关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希望中欧能够在各领域取得共识 推动中欧关系发展